马六甲一间商场的天花板结构不稳 商家多次投诉 却没有得到重视 结果昨晚真的出事了 疑似排水管爆裂 导致天花板大坍塌 情况非常恐怖 一名带着婴儿的妇女逃过一劫 手ests目出现了 后天花板一武买 接着婴儿的元素 肯定能录 такой 所以就在根本里吶 要成 cuad酷五甲的宫 特别说要人家来带 医元子 happen 末年轻人家被弄 cem来了 事發地點就在馬六甲英雄廣場 手工藝品專區 現場有70個攤位 天花板是在昨晚10點坍塌 押中正下方的兩個攤位 所售賣的物品大部分損毀 馬六甲中區消整局官員 還魯丁透露 當局是在今早才接獲妥報 初步懷疑是受到雨季影響 導致天花板積水 但是具體原因還有待調查 而馬六甲行政議員 拿督拉莫證實 一共有4間店面受影響 當局正在鑑定維修經費 並將協助維修工作 當局會暫時封鎖 這家商場的部分區域 以評估風險 請問我請問我 請問我會再評判 請問我請問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